哈喽朋友们认识走一 哈 原型扎了一个这种偏分的马尾 哈哈 原型很像出类型 我一碰瓷我一碰瓷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是618之前的一个小冲刺 感激感冒看了一下大家最近的评论私信 对于上期分享没有说到的一些 教练啊 choker 还有胸贴眼镜框 剪发棒啊 进行一个蝉露鼻缺 那对于这些我真心觉得还不错的产品 咱们一直都是秉持着一个有福同享 所以接下来我所说的这些产品 如果有大家喜欢的感兴趣的想试用的 都可以在弹幕打他们的关键词 这期加上上期分享 我一共会救账给到朋友救你 机会还是很大的咯 咱们赶紧开始吧 那我们先来说一个胸贴 我知道最近很火那种芒果杯的胸贴 但是那种我试了很多个 我发现它是需要你的胸部有一定的脂肪基础 不然就完全没有聚拢的效果 而且很容易掉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传统的硅胶胸贴 这个在硅胶身贴中真的算很薄的 而且也很软 我一般穿这种比较低胸子的吊带连衣裙 或者是这种吊带啊无袖的背心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来搭配 它这种效果还有粘性都很好 就是小胸妹妹也能够 咦这样拖出一个很好看的事业线来 当然我不能给大家看 因为看的话这期视频可能就过不了省了 我穿一个比较修盛的这种小T恤 给大家试试看一下 它这种效果真的很好 就是衬出来的胸型是比较圆润饱满的 其实像这种胸贴乳贴它的粘性可以维持多久 跟我们怎么去打理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像我一般用完的话 我就把它摘下来先用冰水给它冲洗一下 然后再用它本来自带的这个膜给它黏上去 我弄了有大概五六次 要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汗的体质 就粘性还不错 然后还有刚刚身上穿的这件 也超级可爱的 它是自然放松下来 这个袖子就有点飞起来的感觉 小飞袖来了 这样就刚好遮住我们手臂肉最多的这个地方 而且它的面量也非常有弹性 就是显瘦着呢 它这个也是自带了胸垫的 这样转转转转给它开心 这个胸垫的形状也不会很突兀 不错不错 广州今年夏天已经热到 我今天买的衣服没有几件是单独需要穿内衣的 都是自带胸垫的 它这个蓝色的食物呢也是非常非常 这里的冰淇淋来 你下面搭配这种牛仔裤啊 或者是白色的工装裤都很清新 太夏天了 还有一个这种带一点点石墨灰的这个颜色 这个给它上升 这个两个风格就不太一样 这个就会更加装性工装风一些些 但是版型还是真的蛮好看的 还有下面搭配了这个牛仔裤 这个和我之前穿搭里面分享的一个 牛奶似的牛仔裤是同一个垫的 都非常的软很舒服 这种完全不像牛仔 装的款式其实很像 都是这种直筒的然后很有垂感 但是很多姐妹夏天就是会想用牛仔裤 搭配一些陆琪的吊带啊背心啊 那个牛仔裤就是那种抽绳的裤头 就可能会有点太休闲随意了 我也怎么觉得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可以系安全带的这种裤头 它的这个后面啊是有风景带的 看它的这个裤头是有一定弹性的 上去不用担心胖点瘦点啊 穿着就费劲啥的 这真的特别特别的薄 夏天穿着就很舒服 但是牛仔裤的样子还是真的像 冰色一样很薄 好 再来说一个我护肤步骤里最重视的一步 登登登 精华 像我的皮肤其实是没有暴动烂脸很大的问题的 但是我比较爱吃甜品 然后又爱熬夜 就皮肤比较容易暗沉 所以在精华上我就会注重抗糖抗氧化 再结合一下性价值 我最推荐的就是 资本的这个多元优效精华露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分享过三四次了 它里面的自盐抗氧化成分搭配 EUK-134紫痰奇等多种抗氧化成分 反正就是配方是真的很豪气 但价格呢就是只要100多 性价比很高 然后效果又很好 能够很有效的应对紫外线 然后空气污染等多种原因 导致的我们皮肤暗沉老化 这款精华露 我其实从一代的时候就有在用了 现在用的这一代 认准这个瓶子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小凸起 这个已经是第五版了 这版的质地会更加的轰薄 然后上面会觉得保湿感很好 但是完全不会觉得绵硬 混油油皮都很喜欢的肤感 像我现在素颜脸上的黄气 比去年是明显淡了很多 所以大家经常在视频里面说 我看起来像烦了一个肚 确实吧 我现在用去年的粉底液痕 确实觉得已经有点暗了 大家也可以试试化妆用它当妆前 就会感觉粉底的暗沉速度会慢很多 很推荐给爱熬夜的夜猫子们 接下来说一件 我收到之后就天天有在家里 穿的这么一个小吊带 我今年其实买了很多很多件吊带 但是这件我收到之后 还是有被它的质量给经验到 它摸起来很冰冰凉的 而且面料巨软 就感觉像是给小baby用的那种棉 这件我决定揪十个妹妹来试穿它 大家知道的 只有好东西才敢当礼物 揪着送给大家 它是这种细肩带 背后是这种大优备 就非常的显瘦 但是它的这个款式呢 就属于这种短款的 偏短款的话 你外面搭这种小外套小衬衫 就很好看很显瘦 或者是天气站的一些外面套这种卫衣 就露一点小腰 我觉得非常的显瘦 但是我单穿吊带的话 我就不太喜欢露很多的腰 这样会显得我的腰阶段很长 这样腿就短了 所以我单穿的话 就会搭配这种高腰的牛仔裤 或者是工装裤 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基础补水的保湿面膜 我也会在618的时候都存一下 因为不管你是想美白提亮 还是抗衰修复 补水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像这种日常消耗比较快的面膜 买20 30块钱一片的 直接都会觉得消耗不起 那小瓶的这个润肌补水保湿面膜 在618买下来大概16 7块钱一片 就还挺划算的 虽然它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的朴实 但是人家在给皮肤补水这一套流程上 还是挺完善的 首先呢就是由他们的专利成分 4D透明质酸精准定位肌肤层次 让水分由内到外的能够通过每一层皮肤去补给到 然后再把水分持久的留在肌肤里面 就不会让你觉得啊 只在用完的时候脸上很润 它是能够长达72小时长效保湿的 嗯 敷完之后就会觉得 皮肤真的像喝水喝饱了一样 敷个这么一天真的能保湿好几天 它的这个膜布呢就有点像凝胶很软 也贴脸也很巴脸 不过一直这样往下掉 敷起来就很冰冰凉凉的啊 夏天敷着很舒服的 然后还有上期穿搭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我的项链饰品 干脆后面给大家出一期专门的视频分享 看了一下评论大家这次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三条 首先是我现在身上有在带的这一条白背珠 它是这种双层的啊 上面是这种比较大颗的背珠 就存在感很强 这种大小呢就很像是民国时期的小姐太太们 穿脖子上都会挂的那种珍珠项链 但是它下面呢加了一根这样的细链条 在这个细链条上面呢是挂了一些十字架 还有爱心的小膏石就很闪 而且让它看起来会更加的活泼年轻一些 它的这个珍珠膏石又打磨的很细致 就超级超级的闪 质感下来真的很惊得起细看 大家看我在室内大家都这么亮 小光照发是会发光吧 但是它这个活动前的价格是600多 我觉得确实会有一点点小贵 如果大家很喜欢的话 可以蹲一下下618它们有没有什么活动 还有这一条黑白拼接的小珍珠 这种黑白的就不会给人很甜甜的小公主的感觉 再配上它前面这个有一点点小哥特风的十字架吊坠 哇 这好帅的 它就很适合搭配一身黑的手来穿 就有一种美业的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长度就看好在锁骨往下一点点 你搭配那种圆里的卫衣 嗯 也好看的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 这个黑色的小choker 这条就比较简单很素 前面有一个这样的小十字架 这种细细的choker就啥衣服都能搭 而且你跟别的那种项链别带也很适合 这个价格就比较便宜啊 这个皮没有说特别好 但是也没有说做工不精细 就是很简单提高氛围感的一个便宜小东西 再来分享一个洗面奶 我对洗面奶的需求呢 就是清洁力一定要够 因为如果清洁不彻底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毛孔堵塞啊 长黑头不错 你后续用再多再贵的护肤品 它都很难吸收进去就白搭 而是真的这个氨基酸洗面奶呢 成分就很不错 它是纯纯的氨基酸紧面 不含一点造极的 副品是真的完全不输大牌的 关于它的洗剂感有多舒服 我该怎么去描述呢 就是很清楚的能够感觉到 它的清洁力是很好的 但是在洗的过程中 一点都不会觉得脸在树脆的那种感觉 因为那个泡沫绵密的 感觉可以深入我们毛孔 有效清除我们附着在肌肤上的油汙粉成 而且很温和 没有什么拉扯 它的质地很神奇 就有点像酸奶一样 嗯 看很丝滑 出泡泡很快很绵密啊 每天洗脸好幸福的 然后大家经常会问我 涂这个素颜霜要不要卸妆 其实也不用 像我日常涂防晒啊素颜霜的话 我一般就用这个洗面奶 就能够卸得很干净了 到时候我后期贴图 拿一些有颜色的东西给它试一下啊 那些都能卸得很干净 这次618买的话 我是打算跟豆姐一起拼 因为它买两只是有84块钱的券 然后你再买22块钱的东西呢 它就还可以参加那个买300减50啊 到时候就差不多80块钱 那接下来分享一个 我们方脸脸也能够驾驭的 这种无框眼镜好好看的 就之前狂飙热播的那段时间 高启兰不是把这种无框眼镜给带活的吗 就那种清冷的知识分子的感觉 然后我就也去试了一下那种窄窄长长的 我戴出来真的就是一个教导主任 还是很严厉不太好说话的那种教导主任 我觉得我们方脸脸前面 还是比较适合戴这种 是棱角稍微分明一点点 然后稍微大一点点的这种镜框 而且咱们戴这种无框的眼镜的时候 就是眼妆啊腮红 包括嘴巴的妆容最好是淡一点 就真的这种淡妆再加上无框眼镜 会让咱们看起来有一种不太好靠近的清冷感啊 就是有一种指纹但是又不完全斯纹的败类 这里呢是有个鼻拖的 而且是可以调节的 就能够更好地贴好我们的鼻子 不容易压鼻子又不容易掉 嗯嗯 然后它这个镜腿是可以嗯嗯 可以弯曲哦 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压断 整个眼镜很轻 但是它镜框的这种细节 打磨得很细致光滑啊 就配戴起来很舒服 我们再来说一个evercolor的美童 这个牌子现在不用找日大 直接在某宝上就能买 真的方便多了 除了上机分享说到的这个初恋青皮之外 我这次要吧还会回购的就是 我现在眼睛上戴的这个超级自然清透的一个玻璃珠 叫珍珠母白 朋友们又要穿一个我只有两副了 大家看它这个边缘有一圈极细的锁边 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眼白的清晰度 诶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提升我们眼珠子的通透度 就是能够很好的让光线聚焦在我们眼珠的中间 就之前有段时间很多博主会教我们自拍的时候 如何去打眼神光啊 放你一盏灯在面前啊 打出那个眼睛上面有几个那种小圆圈的那种漫画眼的效果 诶 这个美童它戴上之后就是这种效果 这是眼睛透透的像个珍珠一样 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这种14.5的纸巾戴上去会全是眼黑会很呆 弄了弄上原点给大家看啊 它虽然是大指定但是上眼还是挺自然的 然后他们家美童带着也还挺舒服的 像我一般带美童最多就是8个小时啊 它带着也不会抹眼睛 下一个是曼野的这个睫毛膏 试地几次说了 感觉都已经数不清楚了 我们直接来看效果 我是早上9点化的妆 现在这个时间说出来大家不要吓到 现在是凌晨3点钟 我是第二次这么熬夜拍了 因为这个片子如果想赶在618之前上出来 确实需要赶一下 现在差不多有12-3个小时了 依然很挺 我中午还出去吃过饭哦 在广州 大汗淋漓的广州 没有它没有预染 真的根根分泌 就用他们的这个睫毛打底 再搭配这个睫毛膏一起刷出来的 看这个睫毛膏啊 真的就像一个小梳子一样 看剩了好多的梳池 真的能照顾到每一根睫毛长去延长它 而且我都持妆这么久了啊 不管你这样反复怎么去补刷刷 它都不会结块 嗯 真的很适合新手 但是因为他们这个防水防油效果太好了 所以不太好卸 最好是搭配他们的这个睫毛卸妆膏 很简单 就是像你平时刷睫毛一样 这样给刷上去 然后像用一个化妆棉 你看这样 拧紧 这些干净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基础款的一个小T恤 就之前分享的那个小黄大家很喜欢 我身上这个是那个小黑小黄的同款 但是我后台也收到很多朋友的反馈 就是很喜欢这个款式 但是穿不太习惯这种带胸垫的T恤 确实也是我考虑的步骤啊 就是今年买的很多吊带啊T恤都是带胸垫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 但确实有些朋友可能就是穿不太习惯 或者是这个胸垫它不太符合你胸部的一个size 那穿起来就是会有点为难 那大家就看看这一个吧 这个的弹性真的超级牛 它也是这种大眼底的 就也很显脖子修长 而且这个它没有方你开口那么大 所以不管你怎么弯腰屈背 动不动它都不会容易走光 这件的颜色选择上反而会更多 而且它都是这种马卡龙色系 真的穿起来就让人好开心啊朋友们 我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粉色我正觉得是这几件中最好看的 好嫩啊朋友们 我穿这种粉色T恤的时候我就恨不得 把我的这个腮红打个十八斤 它这种浓度比较低的蜜桃粉 不会显艳素很嫩 还有一个这样鹅黄色的也非常的显摆 嗯 接下来一个无肩带果凶哪衣 这是今年分享的第三款果凶了啊 我觉得也是今年分享的最后一款 咱们就是打boss已经打到最后一集了 市面上所有能找到不容易掉的果凶 我几乎都去找了 这一款真的很老 人从这进去的时候 背部这后面是有一根这样的细带的 你穿上它有这根细带 你还没扣着后面这排扣子 就已经很稳了 这时候再加上一排这种宽肩带的背扣 真的无敌了家人们 随便你怎么蹦打 真的不会掉的朋友们 而且大家看它这个上面是这种弧形 就到妇如这里 是有一点点往外的 你在穿内衣的时候 这样把妇如给拖进去 它这边上就可以把妇如很好的包裹住 就收住了 然后它的胸变形状也是这种圆圆的 就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 胸型还挺好看的 最颜色的也还挺好看的 感觉内穿外搭都还是不错的 今年夏天最后一款果凶内衣在这里了 真的不会掉了 怎么都会掉 好 接下来说两件很好看的这种防晒衫 我发现这两年大家防晒衣是越来越强之后 商家们就把防晒服捡得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舒服 像我以前冲的拿快递来散步的话 我会毫不容易选择大气势 现在的话我很多时候会选择 这种防晒衣防晒服 然后里面加一个这种小吊带 因为像一般这种防晒衣的面料 都会做的冰冰凉凉的 夏天穿着会很舒服 再加上我们里面一般配的这种吊带 也都是偏短款的嘛 它底下只要是个高腰裤 就能够很好的拉高我们的腰线 而且这个防晒服它也是带着这种纸套的 能够完全盖住我们的手背 很全面啊 袖子很长吧 你就自然捶下来就有一种晚线过当的感觉 就这种搭配 不管你是什么身高再小的个子 都能够显得你腿很长 它这个帽子的后面也是有个洞 像我扎丸子头的话 咱们的丸子也可以从后面露出 然后它也是带这种大帽颜的 嗯 从头来看 这样就笑不到我们的脸眼睛 反正这里又比较宽 开电梯车 也不会阻挡我们的视线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学车 学驾照的一个一杯的衣服 买了两个色 还有一个紫色的 我还没拆呢 这个就一个小朋友吧 我感觉暑假学驾照的朋友 应该会很需要他 我试穿一下哈 大家不要介意 哇 这个子是那种很淡淡的香玉籽 这个穿上身也好温柔哦 好看的 做了揪就一定揪 喜欢的朋友就抠香玉籽 还有一个是这种冲锋异面料的防晒服 这种款是呢 就相对中型一些 男生女生中文穿 这个形状呢 就会比较阔一点点 然后这个颜色呢 是这种有点带绿一调的石灰白 后面还有它一发顺 这个版型还挺阔的 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像一个防晒服 就像一个很轻薄好看的小外套 很像瘦 感觉这个很适合搭配一个短靴 或者换成这种长的工装裤 就可以去徒步了 我最近对徒步爬山非常感兴趣 有同样喜欢徒步的在广州的妹妹吗 我们可以很多人一起约着去爬山抱走 我当时约约大家去爬山 谁去啊 登登 又是格子 嘿嘿 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各种格子的图纹 而且它是绿色的 我最近也很喜欢绿色 这乍一看都不是绿色 但是它这个底色是有点点绿的 中色的线条 就是很寒细 有一点复古 然后背后是有一具这种白色字母的刺绣 这只做得很好 没有一点点多余的线头 它不是一般格子上那种皱皱的棉麻的 它是百分之百纯棉 但是外面就是有点点像做旧的那种磨毛的棉料 那里面要是搭配一个白T配棕色的工装裤 就很美式女高中生 但是我也喜欢在里面搭一个这种黑色的短调带 底下扇是一个这种短短的热裤 配一个choker 蜜味十足 即便搭的这个吊带和短裤 真的就是一个辣内套装组合 上轻看的话会觉得露度度很高 不是特别日常 但是现实生活中看并不会 就是真的很辣 这个组合就是你外面随便换任何一个衬衫 或者是这种后外套都很辣 真的的话呢 如果你是要选吊带当内奖的话 最好就是选这种细肩带的 就很显瘦 它这个吊带上面这里 是跟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无肩带内衣 是很像的 就是有个这样的弧形 然后腋下这里很宽松 就不会勒我们的妇女 能够很好的包裹 错边呢是这种U型的大露背 大家也可以把它调成那种交叉状的 反正小吊带就是不管你是单穿 还是外面加一个这样小外套 都很解的一套 不一定浴 但一定浴 下面搭配了这一条超短裤 我觉得很显很显腿长 但也确实是我穿过最短的裤子 没有之一 这裤子呢就是你这场走就还行啊 但是千万别蹲下来 蹲下来就是你整个 而且不整个吧 就是至少半个钉子会录出来 但是真的太显腿长了 我穿上它我就仿佛已经做了一个 腿部的延长束 我可以为了它 我不蹲我这样一天 开玩笑开玩笑 其实如果你平时是穿这种 长一点点的外套的话 稍微挡一下下 还是能够做的 而且我觉得它自带的这个皮带 也超级好看 好无闪啊 朋友们 它这个钻不是那种很劣质的感觉 一抠就能掉一个的那种 这个皮带皮的部分就比较一般 容易留这种褶痕 但是这个头头很好看 超闪的 接下来也是一个裤子 这个呢 如果你是正准备去实习 正在搜罗 就结不上面试 穿什么会比较加分 或者是正式上班的时候 穿什么比较得体的时候 可以去看看这一条 有的它你就搭配衣柜里面 已有的这种白衬衫或者是T恤 看起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看起来正是很多 有白领的感觉了 这还可以系一个小鸡巾 它不是这种滑溜溜 很有垂感的西装面料 它是这种比较立体有型的 你让手持的时候还是这样的形状 你穿上身也是这样的 就比较挺阔 裤管是这种直腹的 那还挺显瘦的 面料也是意外的很有痰气 我觉得夏天不管是选衣服还是裤子 面料舒服一定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这种实习上班的传达 办公室都是不太熟悉的人 你那个面料不舒服 你坐在那里你就这样 一直不得进 就很难受 它裤肠呢是在膝盖上一点点 就比较适合咱们日常通勤 但是又不会太压身高 显得咱们腿很短 这个裤子也是送了一件这样 风色的皮带 这皮带头还挺特别的 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 金扣银扣 这种同色系的 这时候我觉得这个皮带 这样做一个腰带也还挺好看的 接下来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内衣套装 看到我们拿的是一套新的哈 超级可爱 这个展示方式好奇怪 我发现我选这种贴身内衣啊睡衣的时候 我就喜欢有一点点这种可爱少女心的元素 都有这种名顿小边边还有小爱心的点缀 既可以吸金一金 吸什么金 吸谁的金 我就说说 录到四点半了 脑子有点不太清醒了 这个内衣它不只是只有颜值哦 它也很好穿哦 首先它是有自带胸垫的 能够满足我们小兄妹妹穿这种紧身T恤的时候 想塑造一些曲线 但它这个胸垫又很薄 而且看这个内衣超级软 很有弹性 但是很舒服 而且不会特别闷汗 而且它这个胸垫呢 也是可以拿出来拆洗的 那一般我们穿内衣的话是穿不坏的嘛 只不过是里面那个胸垫它会洗着洗着就变形了 然后那个内衣形状就不好看了 那这种可以拆卸的胸垫呢 就能够一定程度上延长这个内衣的寿衣 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放心的去搓搓搓 然后胸垫也可以单独清洗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胸垫有多薄 还有这个内裤也是我穿过的无痕内裤中很好穿的 这大家知道无痕内裤很容易往上走 然后去假屁屁嘛 这个完全不会 而且它的这个底装是纯棉的啊 这种棉质的对于我们女生就比较的友好 像这种内衣内裤都是无痕的 就很适合我们一身穿紧身连衣裙啊 或者是紧身套装的时候来选择 不会透内衣内裤的形状 接下来说一个收纳的小东西啊 如果大家最近正在给家里找一个很能装饰品的收纳盒 那么登登登登 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十层的饰品收纳盒 特别能装 它每一层为不同的饰品划分出不同收纳的小格子 比如第一层可以放一些大的项链choker 第二层也是放的一些项链choker 我比较多项链 这层放的是一些比较长的身体挂链 这层就是可以放一些手链手镯 这层可以放一些这种细条的项链手链 下面两层可以放戒指 最后一层也可以放一些手表 还有里面可以放一些眼镜 就特别特别能装 然后这样很好的收纳起来 就找起来比较方便 而且给大家看它这个里面是这种长龙布啊 就咱们贵家一点的饰品放在里面 也不用担心它会氧化 然后刮伤 它这个外边呢是这种再生皮的 也看起来比较的精致 我选了一个白色的 这样摆在家里还挺好看的 平时的话好像卖要差不多300块钱 我当时也是等到年货节的时候买 就200出头 我觉得活动的时候买比较划算 然后最后是分享两个夹头发的 也是大家平时问的比较多的 最近还很多朋友问我怎么夹头发 然后短发头弄发型 我敢教大家敢学吗 不敢学的话我就敢教 我平时的几个发型就很简单 我放在旁边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很少卷头发 所以我用纸板夹会用的比较多一些些 我把头发先拆下来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短头发的时候 是怎么给它夹蓬松的 大家看我现在的发量这么多 其实是因为我带了假发 这是我上期给大家分享的那个假发啊 它不仅可以带着披着哦 它也可以扎起来 也很自然 我现在头发因为刚拆下来 现在还比较的蓬松 但我平时是细软发之类 日常出门的话还是得稍微夹一下 那松下和Lina这个就是 我日常用的最多的两款夹板 我一般夹头发会先夹刘海 夹一个大C 然后还先放滑 这时候就会有一个这种 比较自然的刘海的弧度 那策略头发就直接这样 大面积的夹直夹顺 然后把上面这一层的头发 就这样夹住 然后往后 拉 拉 拉 后边上面的也是这样 往后拉 拉 然后拉出来之后 这边上就会有一个这种 大C的形状 就不会这么的贴头皮 然后再把我们最靠近头顶的这一层头发 给它这样 反向的剪个大C 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制造高颅顶 因为我快要睡觉了 所以我没有剪太久 我平时的话大概就是会 剪20秒 然后让它在上面定一下 再翻过来 大家现在对准这样看一下 是不是这边头发就会蓬松很多 显脸小的一些 我现在还没有非常认真的夹好 其实夹好这里就会更加碰一些些 头发蓬松的时候真的会显得脸小很多 但我现在这个头发长度真的有点尴尬 我想再去剪短一点点 剪短发真的会越剪越上瘾啊 朋友们 这两个纸板夹都挺好用的 Lina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好像是100多 这个要两三百块钱 然后松下这个呢就是加热很快 而且它不怎么会夹头发中间这个缝隙 只不过它在夹的时候 会有那种电流的滋滋滋的声音 我去问过客服 客服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好了朋友们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结束了 快五点 注意拍完了 这个视频应该能够在618之前给剪出来 那如果有些品是大家想看推荐 但是我们要在视频步道的话 可以在这次视频的评论下面问 我看到的都会回复的 那拜拜了朋友们 祝大家睡个好觉 大家看到的时候应该都是清醒的 那我去睡觉了 晚安 拜拜 618要理性购物哦 不要乱买 有需要就买 没需要不买 历程百分百 拜拜